欢迎收看Money DJ财经知识库 我是赵庆祥 今年TWS真无线蓝牙耳机好行 除此之外 根据IDC最新的市场报告来看 今年全球穿戴装置的出货量 更是超过两亿台 不管是TWS或者是其他的穿戴装置 当中不可或缺的就是Mass为机电系统 除了技术之外 这次带你了解未来Mass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性 这当中和人性可脱不了关系哦 我们带你一起了解 有些客户他在手表上面 他可能这样子的动作在拉起来的时候 他需要他的画面彩亮 其实他这样子他觉得我没有要亮 但是我这样子在这样子的时候要亮 那我们怎么帮助 其实Sense就有帮助 Sense说真的可以在这样的动作的时候 去判断他已经旋转了 然后再加上这个条件 你会觉得加速机会不会 加速机其实在感受重力嘛 随着穿戴装置越来越聪明 像是你把手机拿起来 画面就会自动亮起来 或者爬山爬的多高 智慧手表也能帮你记录 这可要归功Mass的功劳 我们看到压力可能就是 你爬山的时候会知道现在多高啊 或者是在你开车的时候不是会知道 你要知道你在高架下还是在高架下下面嘛 有时候你导航不知道嘛 那多多他没有压力结合 那我们现在看像那个电子烟 现在算台湾没有不能带你电子烟 但是其实在国外有电子烟量 其实他电子烟量 因为他会放压力机 因为他可以真正那个吹气 吹气的流量 他也知道你那个 你吸了多少那个胶油啊这些 然后或者是有些锁表里面会放防水压力机 其实这种概念其实都有 除了Mass的感测器之外 在Mass麦克风方面 其实前身是ECM 体积比Mass大上一倍之多 但是在智能化体积更轻薄短小的需求之下 带动Mass麦克风技术越来越成熟 像ECM大部分都在麦克风上面 那一边他来讲他会比较大 他会比较大 然后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用ECM的东西 可能用在什么车子上面的ECM 在车上面其实大部分都用ECM的麦克风 但因为现在的东西其实在自动化 然后智能化 所以很多东西它要小 因为你车子里面会塞很多的东西 那所以说你面子的东西 它会做可以做的比较小一点 然后在它在小的过程中 其实它的效能就比较好 效能就比较好 然后功耗上面又比较低 所以它会慢慢的取代ECM的产品 而且它在整个制程上面 其实是越来越成熟稳定 所以整个在CP值上面 其实会比较好 在车子上面 目前应该ECM跟Mass麦克风的需求 可能会是ECM六成 Mass麦克风是四成 但是应该理论上 应该大致会变成五成五成 甚至Mass麦克风六成四成 原因是因为现在的车子 其实都是智能化的 那你智能化的车子 里面上在Mass 用Mass麦克风上面 其实你在部件上面 就是把这些东西放在车子上面 然后Mass麦克风输出来的讯号 然后跟车子上面这些中端的 应该是中控的系统 其实会是比较好配合的 而且它在设计上面也比较好使用 因为它比较小 但是在另外一块 车子以外那一块 原来上现在几乎都是Mass Mass产品白白种 像是陀螺仪 加速镀器 磁力剂等等 特别是在穿戴装置当中 加入联网 AI等功能 就让Mass的需求大起 去年的下半年开始 其实整个需求量变大 其实你会看到原因是因为 我们讲的那种联网装置 跟Sense 还有AI 然后这些云端的应用变多了 为了身体会运动 会爬山游泳这些跑步骑脚踏车 那大家会需要它的手表 那有些人不是专业的训练 不是那种常在运动的 但他会去做嘛 那他们就会去买 他们会去选择这样的装置 但这些装置其实你会发现 他们会把一些功能 从十项变成五项 他就专注在那五项上面 因为这是五项 他会让这些资料 其实好处理在他的云端 不管说透过他的AI处理 或他我们讲的大数据处理 然后让使用者会知道 我后面要怎么做 还有他的身体的状况分析 就算Mass很好用 但是为什么近年来Mass 能够渗透率明显的提升呢 这和成本绝对脱不了关系 半导铁制程越来越进步了 然后再来是因为整个市场的需求 需要大家往Mass这种维基电 小型化走向这种原件 所以说每个公司在 在製程上面 还有在工厂上面的 制造测试 会越来越成熟 所以才会 在独别人的外面 主要是因为需求 主要因为需求 市场上面整个需求 是往需要这样的原件走 MassSense这块 它其实它在价格上面 其实是已经到一个稳定了 很稳定的状况 就是也不会很贵 然后它的效能又很好 那功耗又很低 然后所以说其实我们认为Mass Mass这些周边的产品会是一个趋势量起 Mass市场大 但是多数被国际大厂把持在手中 主要的原因和供货的稳定度 还有技术开发的能力有关 能否和手机和品牌大厂保持合作紧密的关系 更是一大重点 它的供应一定要稳定 所以说供应稳定上面 其实就是看你本身的这些 在工厂专的规划 是不是有经验 好那第二个是 怎么让你东西越卖越多 那就它就必须要跟一些方案公司 或者是做Processor的 CPU了好 或者是做MCU了好 去让它的Sensor它的麦克风跟它搭配起来 会有怎样新的效果出来 手机厂这个最大在Sensor 就是它贡献度最大的 然后在这里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我们这些大间的做Sensor厂商 会让Sensor做很多的变化 会加一些工厂 为什么 因为这些大的公司 这些大的手机厂商 其实他们都会去做新的开发 所以它需要甚至做新的东西 那这些新的东西 其实很多东西 就是要跟它的 我讲的Sensor 周边的装置合 那你看这些周边的 其实都会放在我们讲的Mass Market 就是Nom Mobile的市场上面 所以这东西其实我们是可以 我们讲的叫 我们可以把它Leverage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 沿用到其他Mass Market上面来用 Mass这么夯 到底未来Mass还能拿来做什么呢 其实你可以把Mass 想成一个搜集资料的小精灵 当小精灵到处都是 把资料搜集得很完整 就能传到云端进行分析 了解使用者行为 未来也可以有更多的智慧装置 让生活更便利 因为每个人讲到Sensor厂商 就是讲到什么智慧音箱 就很大一个 其实你会讲到 其实小小有一个东西 放在别的地方 其实它可以收音 或者会判断 其实都是一个概念 你把Sensor厂商 把它想成它其实一个是 就是可以帮助你去 一样是你下指令给它做事情 或者它帮你侦测 为什么 因为当它做小的时候 其实它可以放在各自的地方 以我们的角度来讲 其实并没有限制 想用麦克风 麦克风可能人家在讲什么SNR AOP 其实简单来看 这就是一个对麦克风效率的评断 的评判 那可能现在 你大概是可能64到63 有人说我可以做到70几 这数据好了 那但是 70几这个数据到底是 哪些应用用得到 就像SD我们可以做 但是我们认为其实 我应该是做适合目前市场的样子 所以我们认为其实没有 没有一个局限 台湾的MAS概念股 又有哪几家厂商呢 像是IC设计公司 系创 原项 玉泰 还有升学大厂 美律等等厂商 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